哈喽 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来到这个仪宝呢 就叫做Botani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有拍过一个视频 而且我第一句话呢 就是说 记得仪宝有三美吗 三美 水美 还有人美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重新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呢 就刚好来到仪宝做培训 然后团队跟我说 这个花园有新的示范单位 而且呢 就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就信仰仰的想要带大家过来看看 来看看这个漂亮的房子 Let's go Hello Elly 欢迎欢迎 Donator 你好 对 跟你讲 这边很美 就是环境很漂亮一下 刚才一来到呢 就跟我去年来的时候就不一样 看见很多的地域已经就是 做好了 那些树长起来了 对 而且那个树也做好了 走 带你进去看一下 好 等一下 看楼之前呢 我想要跟我的观众朋友哦 就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记忆 对不对 这边是属于医保的Botani 对不对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 很简单 你只需要知道Aion Station 18 离开这边只需要十分钟而已 那种子就是这边是属于成熟的住宅区吗 对 它是属于新的一个华人的新城镇 那么这边的 population呢 以华人为主 OK 然后就是学校有吗 学校有 吃有 Food God 方便店 法马西 补习中心 医院也有 OK OK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示范单位这里 好 我来带你去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走 月琴 OK Let's go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哦 观众朋友们 你们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来看这个房子的 Aion Station 这些屋子呢 是40的宽度 长度是80咯 那么旁边跟后面的地呢 各自是10 feet OK 好 这样建造呢 建造呢 是2600V OK 2600V 是两层的Semi-D 对 是两层的Semi-D 所以它外面看起来就像Bangelo的感觉 对 所以在这个Carpage那边呢 因为你40厂 所以是可以Bang3厂 看两厂是没有问题的 对 我看这边的设计很美哦 所以开发商交楼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我们会使隔壁的那个方式 哦 隔壁的啊 对对对 不一样哦 我们来看一下 OK 来看一下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的设计 它只有采用两个颜色来设计一下地砖 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会给你这个小圆圈 这个也是新式的一个设计 让你有两个不一样的层次感 对 它好像还延续上一次 我们看的那个家的日本式 对那种简单的风格 日式那种风格 OK 好 好 Elly 欢迎进来 哇 OK 所以我们以独立式的风格去设计这个半独立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打通楼上和楼下 让你可以吊一个很漂亮的吊灯 而且还给你整体的那个空间长非常大非常豪华 那么我们楼下的话呢是13ft的高度 OK 所以这边楼高13ft 13ft 一般的屋子大概是10ft 就是它的屋线来说就是30ft 对对对 所以这个宽度可以做很好的设计 然后它就是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供餐 欣赏那个电视机 这边这个矮的沙发 矮的沙发呢 它就配这个榻榻米啦 对 就很一体式这样子的 对 其实我有点饿了 看见这个事实 等一下哦 我看见这边有个位置好像很不错 这个idea很好耶 mochi and tofu 原宠物都有自己很精致的这个小房子 对 可以善用那个空间 那么呢 接下来这边呢也是善用上楼梯的空间 打造一个小房 这个你可以给小孩子休息 或者是你可以给mate room也可以 哦 它本来就是楼梯下面的这个空间 对 我们善用这个空间做一个小房出来 原来可以这样做 对 而且你看它的门也很日式的我感觉 对对对 猜猜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这边写个汤字 是什么东西的 对啦 你猜对了 那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OK 这边可以泡澡 对很特别 哇 这个就是女人的天地啦 对啦 这样你觉得你可以spend多长的时间 在这种这样舒服的环境呢 基本上我放工回来 第一个地方会来这里咯 对 就把我包包放下 ok卸妆 冲个凉 and then泡个澡这样子 然后再在这边涂涂抹抹抹一个小时左右啦 对啦 相信是女人的应该都会同意我吧 大家如果有这样子的空间 一定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这里啦 对 好啦你们去拍啦 我在这里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这边呢也是接下来也是妈妈们 或者有一些爸爸们也是喜欢烹饪的 这边也是你们的小小天堂啦 这边是干厨房啦 嗯 让你准备一些简单的食物饮料等啦 这边呢才是我们主要的那个四厨房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厨房设计是非常的宽幻 非常的大 对啊对 哇就这边我又看见了这个玻璃门啦 对 所以这边一整排是不是都看见这个玻璃门咯 对我们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哦 让那个自然的采光进来 让你整间家亮起来 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给你楼上跟楼下打筒 哦 ok ok 而且给你一个感觉从上面可以观看到整个客厅的那个美感 那个空间感啊其实 对空间感啊 因为它这个设计嘛 对 对就很开放式的 那么来到我们这边楼上这边呢 我们这边呢也是有设计的一个楼上的一个阳台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呢可以读你的书 或者是可以在外面喝一杯茶看看风景 嗯 接下来呢我要带你们看的呢就是孩子的房间 有看到这个房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它有自己的阳台 对啦就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阳台 那么它可以自己出去那边 有时候可以去看看那风景 哦 ok 想像看在这边吹风 对当球签看书 嗯 接下来呢这边呢它也是有自己独立的那个厕所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浴室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阔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窗口 对窗口 对窗口 好接下来我带你看另外一个房间呢 这个房间呢可以设计给好像你的长辈们 或者比较大年级的 可以看到采用的那个颜色 然后这一间的窗口也是非常的宽阔 可以让更多的阳光进来这个房间 嗯 对 同样的它也是有属于自己的厕所 嗯 那么在这边要去厕所的时候呢 是足够让你放那个厨柜 还有一个化妆台在这边 嗯 ok不错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主人房啦 对啦 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桥走过来我们的主人房这边 看到是不是很大的主人房 ok ok 我被震撼到了 对啦 就好像一般的那个双背的那个空间感的主人房 嗯 对对对 我走去我的床还要几步路喔 啊对 那么同样的我们有主要的房间在那边呢 这边也是可以通往去晒房间的 对就去刚刚那个房间嘛 对对 然后这边就另外一个阳台哈 啊这是我们的镇的大阳台啦 嗯 可以看到 可以看外面咯 ok然后它是长形的 嗯 哦 ok 很好咧 所以可以在这边看看外面的风景 所以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景啦 嗯 这样这个半渡历室呢是什么价格 我们这边呢只需要868而已 868千 对对 哦 ok 然后它整个化缘就不多嘛 对吧 对我们只有一百间而已 一百间而已 对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你说的那个排屋呢 还有所有排屋是等一下我会带你过去看 嗯 那个只有六十多间而已 哦 ok 半渡历室100间 那个排屋的是六十多间 ok好 这样赶快去看看啦 走 ok let's go 那么这个是二十二七十的 二十二 宽藏七十 ok就八两辆车 对还有一些空间可以种些花 晒衣服 走我们进去里面看 我们进来可以感觉到哇也是一种科技加买日式的那种感觉 可以看到它的沙发是比较特别的 是可以一群人躺着睡觉都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哦 ok 这个沙发哦 就跟我们认知里面的一般家庭里面的沙发不一样 你看它前后啊 就一个圈这样子都可以坐满人这样子的哦 对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房子呢 主人呢 是很喜欢招呼朋友过来的 对 就是一群人 大家一起享受 好 接下来带你看这个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了 就是把它设计为一个舒适简单的一个麻将房 哦 ok 它看起来就是 本来这个是房间吗 这边原本的是客厅来的 那么吃饭单位再隔出来变成额外多一个房间 哦就间隔出来的 对间隔出来的 对 哇你的客厅的空间还蛮大的哦 是的 还可以隔出一个麻将房出来 那另外一边这边就是我们的 如果是脚头间的话呢 就可以开门出去的 对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这边呢 这也是比较新式的 就是我们的客厅 我们吃饭的地方跟我们的厨房是一体式的 那么我们这样设计呢 就是更好的善用这个空间 可以招待更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聊天吃东西 ok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门嘛 对不对 就是你说的那个房间 对 来我们进来看一下 ok 就除了刚刚那个小房之外 这边其实就是它真正楼下的房间 对 那也是蛮宽的 就还可以放个双人床啊 电视台啊 这个衣橱啊都可以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连接去厕所了 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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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这个浴室出来这里呢 它其实也是可以跟你的客人共用的 对 因为你们的客人的话呢 就可以从这边进去使用它的洗手间哦 然后这个厨房呢也是会很光亮的 嗯 因为它有这个窗口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可以烹饪食物的时候又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啊 ok 对 这样你在煮食的时候就不会寂寞了 对 然后可以跟邻居聊天对不对 邻居还可以问你哦你在煮什么啊 没事哦 还可以搅换食物一下 ok好 好我们去看一下在楼上 嗯 那么这边呢我们原本是给你做Udility room 你可以放你的一些一些物品 嗯 那么这边呢我们是把设计的一个画素 Drawing corner Drawing corner 可以看到艺术屏都很漂亮 嗯 ok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间房间 嗯 那么后面这间房间呢才是主人房 哦 我们先看主人房哦 对我们先看一下主人房 ok好 主人房我们是这样来设计的 哇 看看这个卧床的位置 非常舒服的啊 嗯 空间感又够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partition 它就是二合一就是 这边是给你休息看电视 这边是给你化妆做工的一个office 啊 然后后面这边就有你的橱柜 嗯 啊 你可以看看它的浴室也是很漂亮 哇 这个浴室 哇 ok 把它做成是开放式的哦 对 就是椅柜 然后你在这边穿好凉就可以来这边更衣 哇 连开门都不需要啊 对 直接过来穿衣服 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那两个房间长什么样子啊 哇 这个房间也是很美的 对 哦 这个房间还比主人房多了一个东西 对 阳台 是的 这个房间好幸福哦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是非常的宽大 嗯 可以主要融纳两个双人床 对 两张双人床而且这一幅墙也够大的哦 对 就是可以做两个人的衣橱 对 再来看这个 这个房间呢 对 嗯 哇 这个房间也是好像有另外一番的这个风格 对 这个房间也不一样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型的空中花园来点缀这个房间 对 我觉得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外观设计的关系 所以这一边呢 它的两个窗口是升高了 升高 一般是小的 它就没有把它打开嘛 对 所以这一边呢它就把它开了这个墙壁哦 嗯 就你可以把它打开有一些外面的空气进来 空气进来 对 让这个房间的空气流通 嗯 那么再来这边是它的那个厕所 嗯 嗯 OK 哇 这位漂亮的房子哦 Gordon 嗯 来现实一点来我要找到价格 可以啊 嗯 多少 这个就很性价比 其实这个呢 从498开始 哦 从498千开始就可以买到了 对 OK 这个价格很实惠哦 那么的话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建呢 啊 两年24个月 啊 这两年后可以搬进来了 是的 哦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Jonathan的细心介绍 那如果你是想在余宝 寻找这个全新的房子的话呢 那家这个还原咯应该就是你们的首选 哦 又或者是一定要来看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过来这里参观的话呢 记得点击我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的团队还有Jonathan可以带你过来这里参观 同时呢 同时呢也给你分析一下啊 啊 以保这个从交行情的报告 那 还有呢就是记得 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有没有一个冲动想要开始租东西吃呢 承认给你的家人吃 我不要想要吃 好 等一下我煮给你吃 哇 OK 好 厉害厉害